好,各位球友大家好,那这一盘棋是深圳旭对战米玉婷在4月5号的一场比赛 深圳旭直黑,米玉婷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双方开局都是二连星,深圳旭小肥挂,白棋点角 这个在AI布局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接下来黑棋双飞燕,白棋靠压,也是目前为止对付双飞燕最为有效的一种对抗方式 走完之后黑棋拖,白棋搬,沾上,白棋再一连 那么下一手棋,黑棋也是按照定势继续下,跳了一手 白棋尖冲,这个棋就是想把黑棋压缩在三路 黑棋下一手继续爬,白棋走了一手跳 那么这个定势呢,也有直接选择往前长的走法 黑棋啊,也是二路飞 那白棋就可以拖先了,比如说往这儿去点个三三 那么以后这个地方呢,大致的走法就是黑棋从这儿飞出 白棋由于旁边欠了一个冲断,就把这儿跳方补住 黑棋往下一肩活棋,白棋继续对左边的黑棋施压 黑棋可以顶住,白棋往上一肩出头,黑棋在一半 当然这个定势也是稍微复杂一点,走的也是比较的少 我们来看实战,实战白棋比较清零 单挑了一个,黑棋上方一夹,白棋穿掉 那么黑棋原地挖毡,这个黑棋底下的眼位也已经成型了 白棋上方一打,黑棋这颗子是没有必要去跑的 这个越跑越重,所以说直接反打 白棋提,黑棋往上一长 那么这个地方就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当然以后啊,这个右下角,白棋还保留这种贴下去的手段 这个始终是黑棋的一个隐患 接下来白棋左边低夹 黑棋压出头 白棋就简单补了一个断点 这个棋可能第一杆是想搬上去 但如果你搬的话,黑棋就简单的靠压出头之后 你一般他一长,这个白棋有点帮黑棋走棋的嫌疑 并且你这个回过头来,还得再补一手 不然的话,非常的惧怕黑棋的这个冲断 等你补完之后,黑棋再出头 这样的话,白棋交换不一定便宜 所以说他单补,不给黑棋借用 深圳旭继续跳阵头 白棋往这个二路一迁,黑棋护住 白棋团,黑棋再一沾 那么这几步棋使得黑棋左边啊,现在没有跟 白棋顺势飞到四路去 那么黑棋也是只能靠压出头 这两手棋的交换,黑棋肯定是比较损的 所以说,深圳旭马上回到左边 拖先捞实地,点33 白棋朗住,黑棋再一爬 白棋长,黑棋选择再爬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飞的话呢,就是跟右上角同行 但是黑棋会落一个后手 这个黑棋不太满意 爬的目的就是希望啊 白棋如果说长的话,我再爬一步 等你在搬的时候,黑棋脚上处理完,拖先 回到右下去补一手 这手棋是非常之大的 这是黑棋抢先手的意图 那么实在,迷雨亭肯定是不让啊 搬完之后,白棋先拖先 在右下整活 这手拖也是非常妙的一手棋 不要去点33 这个时候点33呢,就有点帮助黑棋 把这个左边的断点给他补上的 异味,这样白棋不太好 你可能连搬的话 黑棋就直接选择一个赤脚定式 那么你白棋以后再往下贴 就显得不那么严厉 所以说白棋走的是这个拖 黑棋如果搬 白棋长 这个比点33的变化要好很多 好,实在白棋脱 黑棋搬在脚上 白棋往外长 黑棋选择站上 这个局部也有压的手段 压的话白棋搬 黑棋反搬 白棋再搬出去 黑棋一断 那么这个定式呢 主要是黑棋要把脚给吃住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可以打完之后 从这一打一尝先手 黑棋把这个脚上一抓 白棋贴下去 当然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是完全有机会 在这个左下角去忙活 黑棋总的来说还可以 两边同时照顾到 接下来就是中央的三颗子 跟白棋形成一个对跑的局面 实在 深圳旭是单接了一手 非常的厚实 下一手棋 白棋贴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隐患的问题 那么黑棋如果说 下方想活很简单 你直接搬毡先手 再一牵 这个棋就活了 当然外面被白棋先手一跳 这个黑棋已经支离破碎了 脚上需要补一手棋 中央两颗子 也是牵一手出头 这个黑棋肯定是不满意的 所以说实战 深圳旭也是非常的灵活 直接选择棋子转型 他走的是这个高打路 如果说白棋这个时候 再拖的话 被黑棋再一搬毡 那么白棋的这个棋形 就比刚才要差了很多 首先你这个地方 以后虎不出去 黑棋的这个鱼是先手 鱼完之后呢 往这儿再一虎 白棋会被闷进去 所以说当黑棋走这儿的时候 白棋就选择二路搬 黑棋打吃 白棋这个节肯定不能开 这个太过于沉重 黑棋再挡下去 白棋一沾 局部形成一个对杀 当然黑棋现在 也是紧不了白棋的气 你要走这儿的话 白棋直接二路跳回家 你这个地方也封不住 这个自己的棋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黑棋 下一手棋选择跳下去 当然白棋现在有武器 敏玉婷也是算清楚 直接挖毡 黑棋沾上 白棋打 黑棋沾 那么武器对武器 白棋先动手 黑棋就全部阵亡 但是这个棋子 可以说深圳去运用的是 非常的成功 因为我们算下来 其实白棋吃的也就是 这么二十来木棋 对吧 但是黑棋呢 先手把外面全部包扎完毕 并且脚上的所有味道 现在也已经完全消除 黑棋的空 其实并不落后 那么接下来一手 抢到这个三连心的位置 你看黑棋的这个模样 也是非常的磅礴 敏玉婷后面就着急了 他觉得这个黑棋的空 还是比他自己的多 所以说马上打入 这个打入呢 有点着急 我们来看看AI的选点 AI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先冲击 黑棋左边这块棋的保卫 让他在这补一手 然后白棋 从中央开始浅销 让黑棋再补一手 对吧 把黑棋压缩一下 再从上方的这个空 把黑棋压缩 就给黑棋围这么三十木棋 然后我把上方的这个空破掉 白棋的局面依然不错 那么实在 米玉婷比较恨空 他就直接打进来 这个棋被黑棋尖顶 这个白棋就比较困难了 首先你不能长 长的话 黑棋往这一飞 底下这个地方 最多只有一个拆一 或者大飞 不足以让这个白棋去作业 并且这个外部的出头 也是非常的紧迫 白棋不容易出来 其次呢 如果说你想走得清零一些 从这儿去飞的话 先不说黑棋有这个团断的手段 就算他搬一下 白棋也不行 你这个地方断上去 黑棋甚至于直接可以把这个沾上 这个白棋正子也不利 周围全是黑子 你如果选择在这儿飞 黑棋就把这个空围到四路去 那么白棋中央也是凭空多了一块孤棋 这个白棋也不太好 所以说实战 米玉庭走的是这个点方 这个棋其实已经非常的勉强了 在黑棋的后市上面想要有所突破 那么深圳序也是毫不管你 就把这个边上的子给他胡死 白棋在跳的时候 黑棋跟着在跳 我们点一下这个全盘的目所 黑棋还是领先的 并且这个白棋由于太过于早的进入黑棋的大空 导致自己现在也是处于一种受攻的状态 那么现在仍然是深圳序比较积极的局面 这个棋子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下节视频继续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讲解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各位企业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欣赏深圳序对战米玉庭的这盘对局 那么现在深圳序下方战略性棋子之后 白棋太过于深入大空 导致现在被攻 米玉庭下一手棋走的是这个肩 那么深圳序就贴了一手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黑棋不要乱贴 如果你贴在左边的话 白棋外面的借用就太多了 因为随便交换几手棋 这儿马上就有一个冲 黑棋还得再补一手 这个黑棋浪费一手棋 所以说一定要补在右边 这样的话白棋冲 黑棋可以挡住 下一手 米玉庭在这儿点刺 这手棋一方面破坏黑棋的棋型 一方面自己打野 如果黑棋简单沾的话 那么白棋可以继续往上飞 这个黑棋就不太满意了 被白棋先手压缩之后 这一块大龙瞬间之固 所以说黑棋要反击 压一手 那么白棋由于自己弃紧的关系 他就断不进去了 断的话被黑棋往这儿一打 一长 黑棋一长 白棋一贴 黑棋再一下立 那么这个局部 白棋是不行的 你长的话 黑棋直接贴回家 打吃 黑棋拐打 再一冲 直接断掉 白棋不行 所以说 白棋也是只能贴回去 黑棋再长 白棋搬 黑棋反搬 那么这几步的交换 可以说白棋也是非常亏 直接就把黑棋右边的大控 全部让他先手为城了 所以说 从白棋三线打入的那一刻起 白棋始终没有占到便宜 下一手棋 黑棋继续压 那么 米玉庭显然也是感觉到 这个控不够 所以说他没有继续长 本手是应该补一手的 这样才能确保活棋 但是他呢 他走的是这个左边的点 这个棋有点稍显过分 第一感 黑棋肯定是想拖先 去扳他的二字头 但是白棋局部确实可以活棋 因为有这手靠的手筋 黑棋退的时候 白棋往这儿一虎先手 假如说 黑棋挤住 白棋往这儿先手一顶 再一顶 这个棋就活了 黑棋点进去的时候 白棋可以冲 这个两眼瞪的滚圆 所以说 白棋确实有拖先的资本 实在 深圳序 还是在左边稳妥了一时 补了一个 白棋 下一手继续冲 黑棋 搬进去 这个地方呢 黑棋是希望先手不棋 如果你只是这样走的话 这个形状就太过于余形了 走这儿呢 又不甘心 以后被白棋往这儿一顶 黑棋的形状更差 所以说黑棋扳下去 白棋首先不能断 断的话 黑棋一下力 白棋对杀气不够 实在 白棋选择扳住 黑棋沾 白棋再往这儿一走 这个连同棺子一起便宜掉 那么下一手棋 黑棋再跳 白棋跳出头 黑棋长一手 白棋往这儿坚定 那么白棋现在 不仅是要连回家 而且还要威胁 黑棋中央的这个断点 要把你四个子吃住 这个目数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来看 深圳序的这个处理 他走的是这个班 这个又是一个棋子的构思 本来呢 黑棋左边的大龙是不活的 我们发现只有这个 边上一只眼 是吧 斑完跟白棋的断交换 黑棋在底下 先手收一口气之后 直接把这个四个子给气掉 打完之后再尝 白棋随时能断 但是这个吃呢 已经不大了 而且白棋的 他的左边 还需要花一手棋去连回 这个棋是黑棋 非常构思成功的一个地方 简单几手棋 抢到一个先手 再回到右上方去 肩顶 这一手棋的价值 肯定要远远超过 你在中间把这几个残子 连回去的价值 所以说 深圳序的这个 这盘棋的大局观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两度弃子 两度都取得 很大的优势 肩顶 白棋挤了一手 黑棋下班 这个也是局部的一个定型 白棋一打 黑棋一班 这棋白棋 肯定还是要去补一手的 但是考虑到你补一手之后呢 被黑棋 脚上先把你便宜一圈 中央被 黑棋这么一尝啊 白棋非常的棘手 首先你不能断 断的话 黑棋往这一冲 你的两个小尖 也要被割下来 这个眼位也成问题 如果你要沾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连回 这个白棋也是局部不活 所以说中央啊 白棋始终是个负担 那么有的棋 有可能会说直接断 直接断的话 这个黑棋啊 就简单的从这一打 打完之后 连续滚包两下 这个也是心情特别的舒畅啊 有了上方 这么厚的地方之后啊 黑棋有可能吃你的脚 也有可能从上方打 把这个中央 中央的这个潜力全部围住 那么黑棋的空 也明显是够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一定要起来反抗 往中央 冲出头 这个棋呢 一方面还威胁到 黑棋左边大龙啊 毕竟也没有两眼 黑棋继续往外冲 白棋 一路冲出去 破坏掉黑棋中央的这个潜力 深圳续也是非常稳的 就在这跳方 补雷手 那么大龙直接两眼和棋 白棋回过头来一断 其实你看断完之后啊 这个吃的棋不过也就十几目棋 并不大 黑棋抢到一个牵手 把右上脚直接打穿掉 这个脚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中间了 所以说现在 敏玉婷已经是越来越烈士 接下来往里面飞 深圳续挡住 白棋再扳 黑棋退 接下来白棋回到左上定型 再扳 跟刚才差不多的形状 黑棋把这个提掉 白棋打完之后再打 黑棋沾上 白棋往这一扳 黑棋顶住 白棋把脚上给战狼 黑棋下一步打吃也是一个牵手 如果这个地方 白棋要是不硬的话 黑棋还可以继续往里面跳 这个白棋的损失是非常的惨重 所以说得沾一手 黑棋再把这个二路一跳 确保上方的活棋 并且白棋的这朵花 由于这个眼不够 也得去出头 深圳续继续回到下方去一通搜刮 打持先手 再把上方一贴 这个贴也是带着一些虚目的 接下来白棋下方先手一冲 冲完之后上方一震 上方进入到最后的收关 那么白棋 好像还是有些小潜力的 但是深圳续他可以搬到这 这个棋按照道理来说 白棋就不应该断了 还是只能反搬 那么黑棋再断 白棋把这个给打吃 黑棋沾上 因为你也没办法断 断的话 黑棋往这一吃 直接把你吃通掉 那么于婷呢 可能也是想最后拼一把 或者是找一个投场 他就把这个给断掉 这个地方对杀 白棋不利 黑棋实战往前一尝 尝完之后 底下一冲先手 白棋只能团阻 黑棋再往下一吼 白棋要把你关起来 黑棋再往外拐 那么走到这儿呢 女婷就投资认输了 因为你接下来继续唬 也唬不住 黑棋的这个打吃是先手 你必须要把它给关住 顶一手 黑棋提先手 这儿打先手 再往这儿一扇 那么白棋就直接被黑棋 给冲滥掉 所以说这一盘棋可以说 深圳虚是以他的大局观 赢下的比赛 从下方的这个 弃掉小龙开始 再到中央 白棋想要通过出头破控的时候 黑棋果断的 又把四颗子全部弃掉 最终把自己的模样 全部形成 把它让白棋 无空可钻 好 那这局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希望棋友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